走进中国文艺,重温基点记忆 季工的传奇从清代开始流传 却因为当代一位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演绎 而家喻互相 有人说,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一部戏在做准备 也有人说,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广结善缘的技工 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系列节目 本期节目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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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邮本康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周末版》 请有老一幕签名牌为我们写下一句您心中的座右铭 祭世卫功 红衣服二 请签掌您的名字 谢谢有老 请有老舞台中间 今天我们向有老致敬 同时还请来了两位 三位致敬嘉宾 一位是著名向上表演艺术家郝爱民 让我们欢迎郝爱民老师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兄弟俩表演艺术家 刘潜丽 刘潜河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看到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又跳舞又重新唱《季宫》里面的主题歌 我不知道您看到之后您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其实《季宫》这个电视剧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1986年的除夕到春节 前六级技工 首映到现在正好三十周年 没有想到 在三十周年的时候 又听到这首歌子 它是我们传统的文艺里头的 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 它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 现在正好是发扬 中国人物 中国故事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 又把它接受下来了 让我非常感动 这个延续的 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艺的精彩 也是因为您的这份敬畏 季宫这个形象才能够鲜活的 在三十年前 在银瓶当中被我们看到 这是我沾光了 这是我的福报 因为这个形象 在我十岁以前 我家里就有一尊小的技工的词像 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接受这个 另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在昆山听过 江南活技工 苏州平化演员 沈孝梅的技工传 当时我小学四年级 刚十岁 哎呀 几乎每天放学 就往那个书场跑 就听 听完了回到家里就模仿 所以这个呢 种下这么一个音 八十年代以后 我已经从事文艺工作 演员工作三十年了 啊 当时呢 就想着总要有一个 过温到五十了 三十二例啊 到五十我还在跑龙套 啊 怎么办呢 总要有一个 哎 后来想着演技工 想演技工 就有机会演技工 这事这么巧合吗 没有 当时还是一次 就突然就 呃 报上就发表了 这是 颜顺开 嗯 在浙江 啊 发表了一个 哎 说他要演技工 啊 哎 一下子 我爱人就拿着报 你看 你真是个不走音的演员 啊 啊 所以我当时 心想 以后再等缘分吧 结果到年底的时候 我在大连演出 接到个电话 家里说 哎 上海来人 那说 要 要想让你演技工 哎呀 我这听 非常高兴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啊 这就是 就 心里有点那个什么 所以 一下子我并没有接受这个角色 嗯 啊 因为 还是我那个 不愿意跟人家争嫁 嗯 不愿意不愿意这样 那后来为什么接受了呢 它是另外一回事 嗯 因为 他接的那个技工呢 是一个省台做的 哦 我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上海电视台 跟杭州电视台 嗯 要做的 这是一 啊 那后来呢 我们单位还还说服我 说 哎呀 这个是 是人家来找你的 不是一家 是吧 再说你 已经五十过了 你应该有个大不同了呀 嗯 接受吧 后来我就接受了 是这么回事 终于哈 如愿所长 那有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哈 也有了我们多少年的几十年的美好回忆 这出戏里有老师的精彩表演 来我们一起回味 鲜儿婆 猫儿婆 身上的家傻婆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伤儿婆 一起回味 鸡膏带有我 哪里胡平哪有我 因为这个造型呢也是这样的 这把扇子实际上是它的四肢的延伸 是不是啊 拿痒啊 挠一挠啊 太打太打呀 轰轰蚊子呀 是不是啊 你怎么回事啊 像手指一样的作用 勤勤勤勤 来来来 去去去 它是你的手势的延长 所以这样呢 就能把它用活了嘛 可是我们觉得这扇子吧 已经破破缩缩的了 就您这几集演下来 这扇子还不就称个骨头了 因为这个扇子使用的结果 它是一个消耗道具 一把扇子最多拍两集 基本上是一集一换 因为像这样就不能用了 太破了 太破了 我们这个道具做的有点过 对 因为它这个戏呀 只能是从这个里头做学问 然后只能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依赖 所以只能在扇子上啊 帽子上 鞋子上啊 这个葫芦上啊 给它 给它这个想办法 平常就 就就 就这么用 把它用 用熟了 你需要说 是吧 一叉 你在干别的 是不是啊 等等吧 所以这个呢 它都得是自己来做的 因为我是这个人物 我为我自己做 这样啊呢 演戏方便 多么生动的讲解 而且我发现 这扇子一到有老师手里 就鲜活起来了 那么当一个角色 画在一个演员心中的时候 那一招一试 一点一滴 能不抓人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再去感觉一下 有老师在电视剧 技工当中的 细节演出 干什么 刀磨磨快 神经病 试试刀锋 试试刀锋 师父 给钱呐 要钱 给钱呐 那我可没钱 没钱 还你还你还你 师父 拿去拿去拿去 给我 拿抽 这rost 风和尚 这个和尚 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馒头 一抓五个黑印 这个是传统的 这是《季工传》里写的 原小说的原情节 我们的《季工剧本》里头 也是这么刻画的 但是我做一个演员 我就接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赤白石 敲猪杠 那不是最后又还会去两枚 但是后边这个镜头是我加的 是我向导演建议加的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向经典致敬 绝不是无条件的崇拜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讲到对待经典 取习精华 气急遭博 《季工》这个小说 它前面有一个前言 认为《季工》是游民文学的代表 所以它里头有切吃白石啊 等等一些消极的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传统的《季工》身上应有的东西 而是一些民间的艺人 根据自己的意见 增加一些笑料啊 什么东西啊 其实这是传统文艺上的一些灰尘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把它弹掉 我们要做一个积极的 一个季工的形象 所以呢前面我演 演完之后 我就让导演加这么一个镜头 吃完了我给你逗一逗 然后拿下 扔回去 这个小业主一看 这个和尚是个好和尚 我相信就是游老师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身上的那份责任感 所以一个小小的细节 吹钱币的这样一个细节 让大家前一默化的就知道 特别是那会儿很多年轻的观众知道 我们不可以白白的拿来 要还给人家去 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生活的教化 我特别相信台下的三位嘉宾也聊一聊 因为我相信你们对尤老师的表演太熟悉了 好 老师先说吧 尤老师那是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 他演每个角色呀 都是体验的 表演体验拍 所以他的人物有骨头有肉 有看头 内心的善良 跟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为人和交朋友很有关系 他有一句名言叫 君子之教淡如水 我们很少往来 年轻有个问候 但是心里都有 他平时也不怎么吃酒 也不怎么吃肉 他吃素的人 他演这个人物是活了 说进入人的这个思想境界里 人一看相信 所以我说 咱们这个栏目叫向经典致敬 我说要向创作经典的艺术家致敬 我觉得在尤老师身上体现了两个字 用心 一把扇子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是用心去创作 说原剧本给了你 但是尤老师二度创作 把这人物创作得活灵活现 我相信是这样的 就像三位嘉宾说的 根基是尤老师的那份善心与为人 刚才尤老师在言语当中说 50岁了 其实51岁才演了 季工这样一个角色 真的是一份 很久很久的缘分终于实现 那么这个缘分实现 还得以1984年春节莲花晚会上 尤老师的一段比好演 您记得吗 没关系 我们看段资料 带您回味 我们看段资料 感谢观看 这个名秘是怎么登上春晚的 您还记得吗 当时呢在82年83年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快五十了 还没出头啊 一直到83年的8月25号 搞了一台 搞了11个节目 就是我的这台雅剧呢 就就也能够正式演出了 我们的导演黄一鹤看到了 他就要了我的节目 那林玉呢是其中的一个 11个节目全部是我主演的 那么这就一上春节晚会 84年春节晚会一演完好了 我干了几十年的话剧 人家不知道这一晚上 都认为我是雅剧演员了 那不管怎么样 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对于您来说 您刚才不是说都快五十了 还没出来 这终于出头了 是不是特开心啊 对 这就给了我一定的自由权了 嗯 我就可以不靠着那个铁饭玩了 看得出来 尤老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也没有定位 反正是 更广阔的舞台 台下的刘全力刘全和老师 当然郝老师我相信也是 这个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坚持着自己的选择 对于尤老师的这份坚持 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感同身受的 其实我们俩呢 也是从舞蹈杂技 最后到滑技到雅剧 就像尤老师说的 只有一个团队综合的你才能去演出 你自己单独演是演不了的 特别印象最深的 我们跟尤老师参加94年好像是上海雅剧节 对 我们在一块同台演出 以前也同台演出 尤老师当时演的是一个芭蕾舞 拿着一个凳子出来 那种跳那个天鹅 最后那个天鹅之死 那个 哎呦真的很棒 很棒 也是接近了将近五十多岁了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自己的那种 就是不服输 永远往前走 往前拼搏 哎呦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所以说我到现在 一直在坚守着 这样的演出 我觉得 呃 作为一个演员 要有不断的追求 有自己的梦想 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法实现 特别像老艺术家这样似的 学习好多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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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臭了 但是第二次我 你还得嚼 还得有脸上表情 得是香味的感觉 眼睛看得是美味 心里说不能咽 不能咽 嚼 就是只有嚼 这个因为我们 因为心中对艺术的那份爱 才有了我们一直所说的 尤老师的坚守 才有了那么生动的人物形象 尤老师 在您讲述的时候 我手中多了一条道具 一条哈达 我相信您这条哈达 应该很好地表达了 您刚才讲的演员的 热爱的一份 沉甸甸的 温暖的 纯洁的回报 我曾经接受过 两条小哈达 这是在1991年 我随着中央代表团 去西藏 在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 纳曲演出 氧气不够 氧气只有三分之一啊 喘不过气的 我当时唱鸡公歌 这唱到 刚才不是听 走啊走 就不能那么唱 不是这样唱 用生命唱 唱完之后 一到后台 说 后台有两个藏族小朋友 等着我呢 要请我签名 两个小朋友 小学生 给我献了一块哈达 不是这么大的 不是 是 就像小绷带那样的 纱布 纱布绷带似的 这么长 他们说 当时在西藏 刚放了 放完了我的六级 技工的藏鱼板 他们非常喜欢 说没看够 还想看 能不能再拍的 给我们看呢 当时接了这哈达之后 我觉得 这就是沉甸甸的 当时 我说 好 我回到北京 一定敢 就为你们拍 因为 当时技工 要不要往下拍 不是个人有权利做的 有的认为 要建好就收吧 别再干了 建好就收吧 不然的话 你瞧了吧 准 砸锅 这个就是都从个人的得失考虑 这样的话 就会影响我的名誉啊 可是您当时 一口就答应了小朋友 这些事都没在脑子里转过 当时因为这两场哈达 代表了他们的心 我们作为演员 总是想获奖 这都是作为一个演员 非常正常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当时 接受这小哈达的时候 我就觉得 行了 醍醐灌顶 我做技工的续集 就为他们 这 就是我得到的奖品了 我五十多岁了 这 就是我 所得到的最高的奖赏 所以 九一年回到北京之后 继续努力 三年之后 剧本写完了 然后 98年终于把这个 技工的续集 技工游记 二十集 开始在全国播放了 一直到现在 有的电视台还在放 还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所以呢 我觉得 死而无憾了 我相信当年送上小哈达的小朋友们应该已经长大了 而且应该已经看到了后二十集的续集 尤老师没有食言 真的做到了 因为小小的哈达 交换的是一份敬意 其实交换的是彼此的承诺和心意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青年舞蹈家 他也是因为爱上了您演的技工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在他的学业当中 他拿您的这个角色作为原型编成了舞蹈 拿这个舞蹈去参赛成为了他挚爱的一直在研究的作品 我们有请舞思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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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乐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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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全家 现在我的生活方式 然后 还有好家 谢谢 请 我们我们 游本昌 我们我们 谢谢大家 祝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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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我们 我们我们的我们的我们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